易后拼经济的还有文旦幼产业采工人力 以往锐碎文旦幼产剂面临缺工严重的问题 不过在疫情冲击之下 不少北漂失业的人纷纷返乡投入文旦采工之列 由于最低日薪1300起跳不无小补 因此平均每天至少有1000人左右 投入文旦幼的产销工作 不论搬运工还是削皮压榨幼皮枝 大家的口罩全程戴好戴满 忙着拼易后经济 没有一个人跟我妹妹 还有我舅舅 一起来的 平常都有在工作吗 没有现在没有工作 有时候我是台北人 是来乡下看父母亲 顺便打林工 除了一家大小投入文旦幼 采工之列赚取外快 也有不少人因为疫情冲击 放无薪假返乡代业期间 就投入文旦幼的产销工作 至少有点紧急收入维持生活 现在疫情没有工作 那就回来乡下做一些农人在做的工作 因为以前都在北部工作 日子乡的文旦幼从开采入仓 分级包装到出货加工等等 需要庞大人力 因此农民业者也开出了男工1900元 女工1300元的日薪 打工职务趋之若鹜 文旦幼产销期间平均每天投入1000名的人力 产业惊人 而以往都会面临人力不足的窘境 今年因为疫情影响 不少人放无薪假 再加上产销事件充裕 人力派遣上反倒是有刃有余 工作机会会不会比较少 会哦 怎么知道 朋友告诉我的 那这个比坛少的工资还多还是少 差不多啦 对差不多 习惯都是做农业的 疫情冲击百工百业 不少人也因此失业险浮加重 但另外一方面 这些人力转而投入文旦产销工作 却也意外的暂时缓解了产季缺工的问题 矛盾怪异的现象 似乎也让人磨不着头脑 记者是玉兰瑞瑟采访报道